你见过开场像是在灵堂里录的恋宗吗 月黑风高的晚上 男女嘉宾全都穿成了黑白色 每人捧着一个诡异的盒子登场 而盒子里装的就是他们本人 的秘密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角 最近炒火的恋宗粉色谎言都看了吗 由于她每周才更一起 我等的那叫一个抓心脑干 于是我又找到了另一档 和她同类型的韩国恋宗 秘密男女 节目规则还是一样 男女嘉宾都可以隐瞒自身的一个秘密 有关秘密的三条线索 会被锁进盒子里 只有跟秘密有关的信息刻意撒谎 他们每晚有机会去查看 其他人的秘密线索 嘉宾一共死男死女 出场时都只有代号 我也给他们取了好记得昵称 女一小夏 长相是青春学妹款 男一米哥 是个只会打直球的海海 女二长发姐 气质很成熟 是做化妆品批发零售的 据说朋友们对她的秘密 都会产生偏见 但她自己很享受其中 男二教室男 是小学老师 基本没什么存在感 男三丝丑哥 一上场就很自来熟 感觉是个社交王者 女三美术姐 今年29岁 女四酷姐 25岁 在服装贸易公司做营销 她竟然见过丝丑哥 丝丑哥却似乎不认识她 男四是社恐哥 她来了之后 就默默坐在角落里不讲话 属实是纠集自闭人了 从睡觉的小屋就能看得出 这节目组经费紧张 他们这个上下铺 看着都很憋屈 丝丑哥不光衬衫是丝丑的 就连居家服也是丝丑的 看背影 真的很像我爸 那个年纪的男人 练宗逼不可少的 就是做饭环节 大家都好像有事情做 唯独只有社恐哥 在人群的边缘徘徊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干啥 其他人在忙的事 他也插不上话 美术姐觉得 社恐哥比较符合理想型 但是他刚刚换到社恐哥身边 社恐哥就转身走了 小夏和米哥同炒一个菜 动作还挺亲密 社恐哥在旁边默默看了半天 最后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吃饭环节 所有人都互相公开了职业 除了我们知道的那几个之外 米哥是汽车工程师 也开咖啡店 男四是体育学员毕业 目前在当健身教练 小夏是购物中心导购物员 之前做过模特 四丑哥是帮人做皮肤管理的皮肤研究员 美术姐是美术考试讲师 之前留过学 而就在这八个人的职业里 竟然有四个人在说谎 到底谁是假的 咱就不知道了 节目组非得卖这个关子呀 美术姐吃完饭之后 主动过来帮社恐哥洗碗 但是社恐哥感兴趣的人 却是小夏 米哥和小夏在一旁聊得正欢 于是社恐哥只能疯狂回头 但是他插不上话 小夏的气质很招男生喜欢 四个男生里 除了社恐哥和米哥之外 教师男也对他很好奇 但是小夏在第一印象里最好的偏偏就是唯一没选他的丝绸哥 而丝绸哥有好感的人是酷姐 因为感觉他有成熟的解析魅力 大家坐一起夜聊的时候 小夏说自己曾经做过三年偶像 在团里还是主唱 韩国真是遍地偶像 光是商店中的前偶像或者是练习生就已经很多了 而且如果做过偶像这种事也可以随便说的话 那就证明他的秘密是更劲爆的内容 四丑哥完全就是女性之友 美术姐坐在沙发上跟他聊天 他就看着人家卸完妆的皮肤 还给他护肤建议 聊的内容也太像姐妹夜话了 第二天 米哥为了能让小夏一醒来就吃上早饭 就干脆把所有人的都做了 教师男坐在吧台吃东西 他们两个就在互相试探 米哥问教师男哪里毕业的 他说是首尔大学 米哥又追问 是首尔教育大学吗 那你主修什么专业 教师男竟然结巴了 我是教育教育系 一般来说 提到自己的大学专业 应该都不会吃业 难道说 教师男的职业并不是小学老师 等到了两个人回了寝室 米哥还在继续追问 那教育大学的学生 是毕业之后就去当兵吗 教师男说是的 但米哥又问 是要通过招聘考试再去的吧 那你也是这样吗 教师男都被他给问怕了 一看见他就绕道走 咱就是说 咱们要是搞学习 有这个刨根问题的精神 何愁上不了清北啊 小夏起床后 果然吃上了米哥做的爱心早餐 米哥做事确实是挺猛 一大早的 小夏去外面散步 他也追了上去 哎 这他刚刚认识 把人逼太紧 可是会解分的呀 这节目的环节设置 也挺随便的 刚认识第二天 也不安排大家去约会 就让他们自由活动 只需要晚上 有一男一女去买菜就行了 大家都想瞧买菜的名额 因为这座小屋在深山老林里 这是唯一的外出机会 最后 一群人用抽卡的方式 选出了美术姐作为幸运儿 他问男人们 有没有人想跟自己一起 四位男嘉宾 集体沉默 气氛一度十分尴尬 最后 还是丝丑哥举手 打破了尴尬 他真的很适合 做女生的男闺蜜 说孔哥虽然话少 但是却意外的 很招女生喜欢 他跟四个女生 一起玩游戏 也玩的挺好 只会猛直球的米哥 看到这状况 立马又凑了过去 然而 女生们都没人打理他 这张桌子 终究是容不下他 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问到了上一次的分手时间 小夏就在一个月前 才刚刚分手 大家都很惊讶 米哥见识不对 立马开始吹他的彩虹屁 不过我觉得 你是会长期交往的那种人 然而小夏说 其实也才一年而已 而且河南方 还是从爱豆时期的 地下恋情 转为的异地恋 唉 韩国到底还有没有 不谈恋爱的爱豆 美术姐虽然是 跟丝绸男出来逛超市 但她心里 一直在惦记着 摄孔哥 一下车就去给 摄孔哥买了 鼻炎的药 逛超市的时候 还记得 摄孔哥戴的 新玩手套不合适 要给他买一双大号的 他们在车上 就已经聊过身高话题 美术姐有168 丝绸男只有175 美术姐说 自己喜欢穿高跟 而且还从没交往过 178一下的男生 丝绸男在身高 这一项上 已经被pass了 其他三个女生 也凑在一起聊喜欢的男生 长发姐好感摄孔哥 酷姐觉得 米哥外貌是她的理想型 而小夏对丝绸哥感兴趣 之后长发姐无意中听说 小夏和米哥 早上去后面散了步 但是小夏本人 没有主动说这个事 她就以为 小夏是故意隐瞒了 对米哥的好感 所以觉得 小夏并不是表面上 那么单纯 还在后踩阴阳怪气的说 早上去散步 小夏很勤奋呢 可是小夏如果主动 提了散步这事的话 岂不是更奇怪吗 买菜堵回来的路上 由于小屋的位置太偏僻 也不小心走错了路 丝绸哥到车时 又掉进了沟里 最后只能去找村里的人帮忙 丝绸哥这个车技 也是有够绝的 闹了这么一戳 这两位也算是共换那儿了 对彼此的好感度细加一 留在小屋的那些人里 米哥自从听说 小夏喜欢吃肉 就守着炉子疯狂烤肉 肉刚手 就夹着往小夏嘴里载 这个现阴情的劲 也是没谁了 社恐哥每次都是 默默做事的那一个 三个女生都围着他转 而他的眼里只有半面 小夏在烤肉的时候 一直跟丝绸哥打打闹闹 米哥在旁边 听得非常不识滋味 我这都看了半天了 他们还在互相吃醋 八个人应是凑不出 一对双肩头的碎皮 我也是很服气的 唯一能看出点苗头来的就是 小夏开始慢慢注意到 社恐哥了 吃饭的时候 跟他的互动也比较多 感觉他对社恐哥的好感 在慢慢上升 而从一开始 就喜欢社恐哥的长发姐 因为坐得太远 根本答不上话 等到人群散了之后 他终于逮到了都处的机会 两个人一起收拾桌子 这才随便说了几句话 一印象得票最高的一对男女 可以进入秘密房间 选择是查看某人的心意 或是秘密 今天能去的人 是小夏和社恐哥 小夏选择了 要看社恐哥的心意 看到他喜欢的人 是自己之后 小夏回客厅的脚步 都是跳着的 他承认 自己就是被社恐哥的颜值 和性格吸引了 社恐哥这种人 果然是要多相处一段时间 才能感觉出他的好 而社恐哥 选择了要看小夏的秘密 他拿到的线索 是象棋 我反正是看得一头雾水 这算是什么线索 且小哥秘密 也要磕磕嗖嗖的 总共七天的录制时间 够他们把线索看完的嘛 这一天过后 除了美术组 对丝绸哥产生了好感之外 小夏 酷姐 长发姐 全都好感社恐哥 但是节目组 体现他们好感的方式 就是后踩神的提问 以及各种镜头回放 看得出来 为了水时长 真的很努力了 社恐哥每次都被女生环绕 四个女生坐在他身边 就开始互看眼色 小夏一来 其他女生都很不自在 长发姐 美术姐和酷姐都先后走了 小夏突然有种 自己被排挤的感觉 不过这也正好 给了他们俩独处的机会 社恐哥提到 节目组为了不泄露秘密 让他关闭了SNS账号 小夏随口说 我的秘密不在SNS上 社恐男很诚实的告诉他 自己是去房间里看了秘密 看完也没啥感觉 可小夏不愿意承认 自己去看了社恐男的心意 所以就只能笑着敷衍了过去 看得出来 社恐哥真的在努力 寻找聊天的话题 但是他性格实在是太闷了 两个人坐在一起 还是尴尬更多 以上就是秘密男女 前三期的内容 相信姐妹们也看出来了 虽然和粉色谎言 是类似题材 但是他却不如人家火 是有原因的呀 这节目的剪辑节奏 实在是太拖了 大家看了半天 一对能刻的CP都没有 金帽的秘密 也口口嗖嗖的不公布 谁还有耐心继续看下去呢 我来看练动 不是为了头脑风暴搞推脸 而是想看甜甜的恋爱呀 姐妹们如果想看 后续发展的话 我会根据这条视频的反响 考虑要不要做后续 还想看我讲什么综艺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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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